花林县生命县协会新就任理事长交接典礼21号举办 由卸任理事长周永宏交棒给新任理事长江岳成 县长徐真伟也特别出席致议 会中颁发了优秀志工奖项 新任理事长江岳成强调 会在既有良好的基础下 继续为美好的社会来努力 花林县生命县协会新就任理事长交接典礼21号进行 是由社会处代理处长陈家傅担任兼交人 协任理事长周永宏将应信交接给新任理事长江岳成 市面县真的是就像处长讲的非常非常辛苦 整个大环境景气不好 雇款不容易 但是效果反应非常好 可见我们平常在做的1995的协谈的工作 大家虽然做得很幸福没有很多掌声 但是一旦你要关灯要熄灯 很多人就会觉得非常捨得 在生命县的志工153位的志工大哥大姐们 我要慎重的一志工 要谢谢你们 因为你们24小时不分昼夜 一年365天 随时守在电话机旁边 为这些可能在生命上面 正需要人生最大挫折的时候 正要用一种不好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生命当中的困顿 问题的时候 你们为他们点亮了一盏灯 县长徐真伟出席致意 感谢前任理事长周永宏的奉献付出 而新任理事长江岳成充满活力和创意 相信未来能够为生命县协会带来新气象 转换跑道无论是在一介 或者现在在社会公益 或者以前在东海岸 其实每一个触角都是有关联的 都是息息相关的 在东海岸把美的事物散播给大家 让身心灵更富足 让我们拥有美好的身心灵的时候 就不会找到生命线 不会打生命线 但是现在在生命线 更可以发挥他的常才 更可以发挥他那么阳光 那么乐观 那么给人力量 给人希望 给人期待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 人这个个人的特质 所以重责大任 我相信周理事长交给你 花林县政府也会跟我们生命线 有非常非常多的合作 我想未来的日子很长 但是未来的合作 会更加的美丽 会中县长徐真卫 也一一颁发了优秀职工奖 表达感谢 由于职工们的付出 为许多陷入人生低潮的乡亲 给予最及时的支持和鼓励 提供温暖的关怀 而新任理事长江岳成强调 会在既有良好的基础下 将会一本初中的宣导 生命意义和执行助人的工作 继续为美好的社会来努力 记者刘明胜花园市报导